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菜籽 但是我们要聊聊 因为广美是台湾来的 我首先有个问题想问你 咱们知道就说好像中国的这种古典传统的这种做人的这种教育 在大陆是中断了 对吧 但是台湾好像一直保持着 就是什么忠孝仁义 礼仪廉耻的这一套 忠孝仁义和平 对 台湾的路你都熟 我想问问你 台湾的小孩 要不要就是什么四十五经呢 三字经呢 四十五经到好像以前我们也没有去背诵这个东西 但是三字经 我就两天前在香港的时候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带着他的孩子六岁而已 一个小女孩 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抓他爸大腿上 人之初信本善 信相近 信相远 果不将信 我还一开始还跟着他一起背 我背到那个那个习孟母泽灵处之后呢 我就呃 还要想很久 然后哗哗的就一直接下去 我就觉得哇塞 太神奇了一个六岁的小孩 但后来我问他 我说妹妹你知道这里面的意思吗 不知道啊 这个我还听一个净空法师讲过 老和尚讲经啊 他有他的一个道理 咱就不太那么那么那么明白 他说中国古代的时候 这个经典教育 说是有深意 据说有什么深意呢 因为小孩的时候五六岁 从三岁到什么几岁 是孩子记性最好的时候 所以不必求理解 死背 就是死背 什么孟子壮子就让他背 但是他这个年龄段背过的东西 一辈子都忘不了 嗯 然后呢 等他长大了之后 他慢慢的慢慢的 他这个咀嚼就跟牛反厨似的 他理解理解理解 说这是中国古代人 让孩子接受经典的一个方法 对一旦这个日本鬼子入侵 马上就郑奇哥就浮现在脑海里了 这样就不容易当汉奸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你是言久晚清的 我就发现那个时候辛亥的那些人 跟现在的这个人 有什么不同 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其实也不是什么全体国民 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真真的就觉得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唱着什么文天祥正气歌 那就能送死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 动不动就是中国国势威王 是吧 他能跳海 跳海自杀 你说这是不是中国古代这些的 封建遭暴教育出来 肯定是 就是中国传统这种价值 价值伦理观 就是他是怎么 他因为他没有对手 就是我们说 这个叫做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树人 理不下树人 但是这个理实际上从明清以后 他已经慢慢进入到民间 甚至有意思的是 民间有时恪守这种礼教 比知识分子还要严厉一些 因为知识分子有很多借口 就是比如说如道互补 是吧 我得意的时候 我当然就是奸计天下 我失忆的时候我就消遥游去了 就是 这个人头脑灵火 这个民间他没有这个户部 他要相信一个东西 他就会一直相信到底 就是国家表彰啊 那个时候贞接牌坊啊 在村里就真给你建一个牌坊 就跟咱们光荣榜似的 这女的就是说守寡 守了一辈子啊 没有要男人碰一指头 甚至是男人摸了碰了他一下 他能一菜刀把胳膊砍了 就是这就是道德楷模 所以说你也能看出道德相对性 但是啊 我说什么 这两天也是在说一个新闻啊 这新闻还挺大发的 山东省教育厅近日下发通知 严禁山东省 山东是我老家呀 孔孟之乡啊 严禁该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 向学生不加选择的全文推荐 弟子规三字经神通诗等 他们担心带有糟糊性的内容 会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 腐蚀了中小学生的心灵 这事火了 这是这个很多这个争议 当然你从某种角度上讲 那这个有人就说了 说当然了三字经 你不能全听全信 比如说西梦母 泽林楚 对吧 感觉说孩子读书读不好 难道太多的就归咎于环境因素吗 搬个家 孩子读书就能读好吗 然后如果大家都信了这话的话 孟母就老得三签 比如说我周围建个什么菜市场 我又签 周围建个什么那个夜董会 我又签 这个成本很高啊 对 就是在北京和上海 我们叫一个新词叫做孩奴 就为了孩子教育 我们小区就经常这种人 因为朝阳区的这个 这个小学不好 所以一上小学就搬家 就搬到海淀 或者搬到西城 没错 这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成本浪费 你还真是联系现实 这个这个学校好学校附近的房子 明明没那么好的房子 为什么价钱那么样的贵啊 都是西梦武则林处 西梦武则林处 但是他不是为了孩子 说实在的学知识 他是为了孩子择校 他就让孩子念这个好学校 那学校风气好 然后那个深言好 什么都好 老师也好 对对对 也是也是出于这种 就是说就恨不得 叫一句话 特别六五的句话 叫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那么为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呢 说这个你看中国古代经典 有些说法也有问题 说书中自有这个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教孩子什么价值观 哎 这事广美 我就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 台湾小孩要背这些个语录之类的 我们当然是背毛起语录 但是你们是背什么的 什么都背啊 语期诀别书啊 在别康乔 主要是儒家的吧 背在别康乔啊 这肯定要背的 就是所谓的 因为他们的新闻学经典也很少 我们站一半 他们站一半 就各取一半 各背一半 就我们背鲁迅 他们背徐志摩和胡适一样的嘛 然后你说小时候背完的东西 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全怀罪老师了 你不是说你12岁以前没有记忆吗 对啊 意义轻轻如物 然后接下来都不记得了 我记忆此书与有绝别语 无作此书 笔墨演的旗下 不能近书而遇歌笔 行啊 就林杰棉的那个 对 你们也不背 那你怎么刚才背的三四经也挺熟 你什么时候背的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更小的时候背了 所以就真的记得了 我刚才我最近呢 又有一个朋友的孩子 大概是三四岁 也是跟家里打仗 就是振振有词 我想请问你 我背下来这之后 对我以后长大有什么好处呢 一起傻眼 家教也都答不出来 你解释不出来 就是前面是这么背的 后面这么背 你记得那个美国有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的那个妇女 她每次这个煮肉 她都会把那个肉砍两半 因为你家都是就是放在锅里去炖 她就把它砍两半 然后放在锅里炖 每次都砍两半 后来为什么你砍两半 我不知道 我妈就这么砍两半 后来她就去追问她妈 她妈说我也不知道 我妈就这么干的 然后就去她外婆 她外婆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穷 就锅比较小 就每次只能煮一半 我们煮不了那么大一块肉 所以就是这就是个集体无意识 就是你今天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比如说你说推荐三字经 推荐弟子规到底有什么好处 其实很多人是说不出来的 所以我倒不觉得说 山东省库班部这个规定 它有有什么很大的就是问题 是在于说 它本身你把三字经和弟子规 当成一个推荐的东西 就意味着你肯定它的价值 但你肯定的时候 你又不可能说 我肯定这部分价值 我不肯定那部分价值 那么这个推荐 你就要冒着说 确实这个受教育者会受这个整体影响的这么一个危险 这个危险有可能不符合这些教育者的原初的设计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背离 但是你知道现在中国真的是有那么一小撮吧 哎呦 我觉得真是就是复兴汉礼啊 你知道吗 就那个孩子啊 孔子的个什么生日啊 什么什么什么岁 什么日子啊 都穿上那个他们自以为的那个汉服 孩子就行礼如仪 到祭孔的那个时候啊 就是什么八义 就是那种什么周礼都出来 而且让孩子甭说被三字经了 甚至被四书五经 而且我还知道有些有钱人 值得爱中国文化了 说这个这个我得让我的小孩 说现在的小孩最缺的就是这么 我一定得让我的小孩从小读诗书 我可以花钱请人 就说就得还是中国古代那种教育方法成功 才能教出来是个人 哎 你你你你这搞文学的 你你对这事怎么看 我觉得你也有小孩 我觉得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真是偷懒的做法 因为三字经我没记错的话 大家是宋代并行的 然后之后其实整个这个中国的局势变化非常大了 所以到晚清的时候 张太炎就做了一个新的三字经 就他觉得从意识到这个到到史实都要重新改变 他就不承认这个 那我们背的那个是旧版还是新的 旧版还是旧版的 所以这其实是后来就是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国民政府又反过去 就重新提倡读金和孔教的这样一个潮流之下 然后把这个能够拿回来 现在实际上说不好听点 大家因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这个大旗之下 大家就是很偷懒的把以前东西就直接顺过来 然后当然也有人因为广东以前也知道 也也颁布过新三字经 然后对吧 对然后就是这种不同的 我是觉得说他本身拿过来是个偷懒的做法 这是第一 第二仅仅是学三字经和学弟子规 是绝对完成不了这种复兴传统文化 和让这个受教育者的心灵 回归到古人的那种礼仪师叔的这种状态 这就好像北京城已经变成这样了 你去修一条胡同 你修一个四合院 能够还还原老北京的那种古都风暴吗 这不可能 这是一样道理 所以有些事啊 你叹息也没用 他一去不复返了呀 就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还真的不太相信 说现在封闭是把孩子当一个古代人 能这么就是四十五经教出来 这完全有点 这个思路是那个学英语的思路 就是我封闭起来 英语环境不准你想讲中文 然后可能你强化训练一个月下来 你的口语会最大提高 这个不是 因为它这个经典是从古代社会中成长出来的 它的成长是它的效用的 但是你现在没有这个社会基础了 你硬把它拿过来 那就变成一个就浮在表皮上 可能你背了以后 你去可以炫耀一下 你背一背 你还懂这个 但是也就是炫耀一下 就跟那牙齿里 风里的肉丝一样 证明你吃过肉 没错 我读三子经 就是我向别人炫耀 我们这个家族 懂得教育儿子的这个成绩 就是我就知道是窦燕山 有一方 焦五子明俱阳 姓窦的人 就是焦五个儿子 全成名人了 找到一个正面的姓窦子 这样三言行广告 最后见 《黑棵猎寺院》 《黑棵猎寺院》 但是咱们拿佛教里讲的戒律来举例子 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永恒的 比如他们讲 就是说杀到阴望酒 他这个戒里边有什么根本戒 也有什么别的程度的戒 比如说这个酒 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不见得说那么戒 但是比如说戒杀 说这是什么永恒的 就永神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你杀人都是不对 这叫根本大戒 那么你看好像说三字经 弟子规 在很多具体的枝条上来讲 不能那么较劲了 对吧 因为他不是那个 他们说农耕年代 那个时候 可是咱知道从基本精神上来讲 就说人 你比如你今天你交朋友 是不是还是要看这个人 人不人 义不义 忠不忠 信不信 这些东西 是不是还是比较基本 但是呢 你就有一个钱文中教授 就在在北战讲台讲 他就讲弟子规 后来我就发现中国这个 讲一套 可是私下里呢 媒体采访他 他又深有感触的说 他说其实你让孩子怎么按照弟子规 说你要让今天的孩子 真的是按照弟子规里说的那样去做人 忠孝仁义 对吧 他在这个社会上会吃亏的 哪个父母忍心 把自己孩子培养成这么一傻瓜 你说怎么办呢 他这个里面就是 其实你也是你选择工具不当 就有些好东西是可以传下来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反思说 他为什么这东西是好东西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人情 喜欢讲人情 不太喜欢说那个这个钱民分明 喜欢说我们能够互相帮忙 这个实际上是跟以前的这个 他那个社会规范 就是跟社会结构是非常配合的 因为那个社会规范里面 他没有比如说那个 我记得陈志武教授在那个金螺剧说的很好 他那个时候没有银行 没有信贷 那你是不是你比如你要修个房子 是不是得亲戚朋友出工出力 帮你修起来 下次他修房子的时候 你有去帮他出工出力 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亲情来做信贷的一个方式 没错没错 这陈志武就坐你这位置上 我印象很深 你知道吗 就说照这金融学家看来 你以为中国古代人讲什么孝实多道德吗 他说那是古代农耕时代 没有金融养老保险的时候 这是用道德的方法搞的一种养老保险 养儿防老吗 培养这个孝 然后老人就老有所养 他说但是现在事实上用不着了 你可以买养老保险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 如果你儿子不给钱的话 你就可以告他 告他告他理念 这是可以的 这法律上规定的 我觉得什么东西利不利费不费 我觉得还不是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是因材施教 就您刚才讲说 像这些东西流传数百年下来的东西 你说他真的这么糟 真的这么坏吗 是不是反映现实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讲 他教人要忠孝结义 你面对你面对不同小孩子的性格的时候 你要灌输给他的东西 其实还真是不一样 你面对一个特别空门的小孩 你可能要告诉他分享 是比独自赞有更快乐的 但是你对一个 可能他生下来性格就是灰金如土的小孩子 你要跟他讲话 要节俭啊 你要节俭才能够怎么怎么怎么着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不能同样一个教条式的东西 你背下来背下来就有用吗 其实 其实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 这个教这种传统经典是偷懒呢 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是因为现在中国本身 为什么你说前文中说小孩学了弟子规 就会吃亏 因为中国现在社会本身 这个社会规范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那天我听一个研究家说的话 说中国现在是比西方发达国家 那个市场化产品化还要深重 就有很多公益产品 本来都是一个政府行为 或者是一种公益执行品 在中国全都把它产业化了 比如教育 比如公共教育 这完全把它产业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教大家按照社会规范去行事 而不是要到市场规范的话 那肯定吃亏 他肯定被人骗 是啊 现在根本能吃亏 你这也是真的 对吧 而且 我再说另一个 你比如说你说你三字经 或者什么 这是古代的东西 你不让孩子接受了 但是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小孩 那你说人总有从小 耳濡目染的一些东西 咱就好比说你这个语文课本 对吧 你知道最近 一九三几年的时候 叶盛陶编的 开明国文讲义 对一个语文课本 开明国语读本 封子凯配的画 非常热卖 说卖了几千万本了 家长找到 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语文课本 传递的都是一些爱大自然 人与人的相爱 好奇心 同心 对吧 但是与此相对的 最近我看有几个干你们这行的 有几个人专门挑刺 给现在的孩子们的各种版本的语文课文 挑则 这一挑啊 都挑出笑话来 你就知道 你拿什么教育我们这小孩 说里边有一 比如说有一篇陈毅探母的 陈毅是我们一老革命家了 说陈毅探望母亲的课文 原来是瞎编的 就没这事 你知道吗 还有一篇课文说 爱迪生给他妈动手术 爱迪生也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 就是你是假的 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什么违反科学常识的也有 还有这个这个教小孩装大人的那种 所以 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这次山东省 这规定会引起社会上那么强大的反弹 因为大家觉得说 我们已经被你们骗了很久了 你们现在还要继续 你话说话说 就算它是精华和糟薄并存 你凭什么代替我们来判断 什么是精华 什么是糟薄 大家对这个特别反感 就有位网友说 就是说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以德抱怨是这个孔子说的 到后来我都三十四岁了 我才知道说 原来孔子说的是以执抱怨 以德抱德 我以前一直以为孔子是个很懦弱的一个窝浪贝 现在发现 不是人家讲的是以执抱怨 所以这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你把经典移过来的时候 你去篡改它 现在你会抹杀 孩子对历史的认知 就是这东西曾经存在 这是一定存在 你说偷懒的意思 我明白了 我现在觉得要教育一个人 那真的是是非常具体的东西 而具体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 而不是说是个抽象的一个道德 一个规条 一个律令 所以你就造成你发现没有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喜欢说漂亮话 这个包括这个当领导的 我发现一讲话 对吧 很多单位里的 讲的都是漂亮话 干活的都是我们 讲的都是一些抽象概念 我们要怎么怎么 要有什么 要要要要要 要绣坏天下 具体的是什么 他就直接把这个价值规则 直接灌输给你 就像那个 像你背那个四十五一样 你死记住 但是死记住 他不会化弄自己血液的 我刚才广美说 这个分享这个问题 你直接跟小孩说分享 我觉得没用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 他一定说这是我的 他们最早的反应就是 我的我的 这什么都是我的 但是慢慢的 他会明白说 你分享给大家 别人他会分享给你 在这种交往过程中 他会建立一种规则 就是说 互相分享是最大的 把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方式 他就会记住 而且他会认同这个规则 你真没见过那种 三才同子型的小孩吧 什么东西都回家 拿去给别人 真的有这种小孩 所以 人能叫出这样的孩子呢 我告诉你 很多小孩 他真的是天生天性 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可能觉得说 我必须要 透过这种所谓的分享 或者是 让别人拥有我的东西 而得到同情也好 喜欢也好 尊敬也好 就是我真的觉得 因材施教还是很重要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我觉得 你如果 我现在讲 因为我没有小孩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 我的孩子 我介不介意 他去接受这样的教育 我介意 但是我介不介意 他背不起来 他不理解 我也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 每个小孩都有 他自己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个小孩 可能在树里方面的东西 特别专长 有些小孩在文学方面 特别专长 有些小孩 他就是打电动玩具 现在很多爸爸妈妈 对于自己小孩子 打电动玩具 很头大 但是如果你的小孩子 打电动玩具 打到世界冠军的话 我又觉得 这件事 很值得 这样 像苏九说 对 但是经常是一个冠军 其他的都不知道 流落到哪去了 恰恰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中国人走向世界 不靠花拳秀腿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蛤蜊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厉害 好空调 蛤蜊造 一百年前 人类发明了味精 二十年前太太乐 创造了鸡精 今天太太乐 唱到仙上加仙 加一点鸡精 加一点酥脂仙 加一点鸡汁 味道好极了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 它就是比较讲究 推荐和灌输 主要是灌输 以上对下的灌输 我们有老话叫做 黄金条的出好人 又叫做状元下马拜黄金 就是状元状元以后 觉得还是小时候爸妈打得多 这样我才成才 但问题是这种直接的灌输 它就是像我刚才讲 那个煮肉这个道理一样 它不知道为什么 它只知道说 这是我必须接受的 那这种必须接受 到了他真正明白事例以后 当他碰到一些两难处境的时候 他会很崩溃 其实这东西不是我自己想通的 是你告诉我的 那比如说 这是父亲告诉我的 这是老师告诉我的 那有照一我发现 父亲和老师 都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我的心情就崩溃了 因为我就觉得说 原来你们是骗我的 这样就会产生很强的虚无主义 我们就见中国社会 很多人虚无主义 他就很崩溃 就是发现说 长辈教我的东西 他们也做不到 他连带就对这个信条 都发生怀疑 他就会抛弃这个信条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我就是很有体会 你知道吗 我比这个当年 他们北岛那一代诗人 他还小吗 都还小吗 大概1976年的时候 我是9岁 那个时候 我喊很多口号 跟着去游行 跟着大人们喊这些口号 到后来我就发现 我这一拨人有什么不同 就北岛那个诗 最著名的叫 我不相信 是吧 但是我跟你说 到了我这一代的虚无主义 我连不相信 我都不相信 我根本就对你们 这就没兴趣 你知道吗 会产生这种虚空感 虚空感 没有什么信条 对吧 因为小时候 大人们说的话 整天都在变 或者说即便不变 你也是说一套 做一套 我都看在眼里了 那么你让孩子 何以自处呢 可是我发现 比我小 10岁左右的这些小孩 他们那个 肯定想法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甚至 中文字团阅